你们好,就是我现在是想录一个我的空瓶的视频 然后这个我是录第二次,因为之前那个效果不太好 然后是拿我那个老乡精录的 然后效果不太好,然后我现在就用这个 然后都装在这个篮子里了,空瓶 然后我现在从就是最大的说起 就是这个喷雾我已经说过了 我现在已经开了另外一罐 然后我还有一罐囤货 然后我囤完应该,囤完之前我应该会去法国 然后再买几瓶 然后这个我都已经说过很划算 然后喷出来喷雾很细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没还有 就是没有用完,然后用不了了 然后觉得很浪费 但还是会一直用的,因为它加起来低沉 然后还有这个就提过的那个Garnier的那个协妆水 然后它就是平价版的那个Bilderma 但我比较喜欢它,我觉得它也Bilderma好用 因为我觉得Bilderma上面有一点刺激 我不喜欢那个 然后还有这个Loreal的眼屑 然后也是会一直不停回购的 然后这三个都是会一直不停回购的东西 除非我在国内买的到时候 我觉得可以 可以够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是叫艾米的 是艾米吗 这块不知道 就是它的Morling Dual Matte Finish Moisturizer 然后这个我是看小妮妮推荐买的 但是我觉得它香味也挺好闻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无功无过吧 也不用它也没有过敏 但也没有镇定的感觉 控油的话 比较一般 然后它是比较清爽一点的 我觉得比较油的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现在就没有那么油 然后觉得一般 然后还有这个Course的Brightening and Lying 什么Serum 就是 然后它的味道 它挤出来 反正它是有一点那种蜡黄的感觉 就你从瓶子这也能看到 它是有点蜡黄的颜色 然后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它就是涂上去你会有点假滑 我不知道它是韩规还是什么 但是 但是这个牌子好像是希腊的一个 比较天然的牌子 然后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效果 可能 我皱比较少 然后没有感觉 但是我觉得 就觉得我也很够 因为我不喜欢它那个质地跟味道 然后颜色也黄黄感觉怪怪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给我用的已经挺恶心的 但是都已经用完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BOOTS他们家出的那个 Tea Tree and Witch Hazel的那个 就是一个 就急救棒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白的这边 透明的这边是 就是白天的Day 然后这边是Night 就有点绿绿的那种 比较半透明的感觉 然后它是挺好用的 然后它是有消炎的作用 然后有Tea Tree跟Witch Hazel 就是茶树跟金铝霉的成分 然后觉得挺好的 我会回购吧 我会回购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卫生 但是这个 而且这个用的非常快 可能 一个月 一个多月就用了 用的很快 但是很便宜 然后我非常想说的这个 就是 我觉得它是没有效果 就是Rimmel的那个Fix and Perfect Pro Primer 然后它是那种 不知道能不能挤出来看一下 已经有了 就是那种半透明的 然后抹开 就是一摸就知道有龟 因为它就是那种滑滑的 让你感觉 有的人说这个跟那个什么 嗯 Pro 就Benefee的那个什么 反恐精英很像 但我觉得 我不喜欢这种龟质底的 就我 我绝对不会回购这个的 而且用了半天才用完 因为我不爱用那种 不爱用这种 就是有龟的大底 嗯 不行 然后这个其实 这个是那个 M 就是Michael Jobs的那个金菊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有一点 但是我就先放在这里 因为我不会留到下一个空 没有肯定会把它用完 然后它的 它的味道 就是很纯粹的金菊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就是很金菊的味道 没有什么任何的 就是很假的那种 就是什么假的那种水果味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应该不会回购 因为我觉得这个玻璃瓶子太重了 我要把这个带回锅 我就不要 不会回购 就我觉得香水用完对我真的很困难 虽然那个香水很淡 但是 就不会回购 然后还有这个 你就说Gina的这个 我真的很不推荐这个 这个真的 什么Multi Multi Defense Daily Moisturizer 然后这个就是 它是说有SPF15吗 UA UVA UVA 加UVB的防晒 然后它是这样挤出来的 你看 挤出来你看这个样子 就很恶心 就 而且味道也很不 味道倒是一般 然后推开就 推开就这样嘛 然后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个干的东西卡在这边 然后 那个香味真的就太香了 然后 有点黏你知道吗 就 不好 我觉得不喜欢 我可能会拿它涂手涂完吧 或者是直接给它扔 嗯这个 这是什么 就感觉它设计很奇怪 因为挤出来总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这 所以先放手 反正就不喜欢 但是他们家那个系列的晚霜还行 然后 这个是一个牙膏 高露节的一个牙膏 我经常用他们家的这个Sensitive 这个系列的 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那个 这个 Clean Clear的这个Wipes 然后 一般吧 就一般 因为这个是买一个 那个它这个 就是Daily Moisturizer里面送的一个 这个 然后就给它用了 一般不会回购的 然后我要收这个 这个我之前也收过了 就是我最喜欢用的那个 就是Wiper 就是Wipes 就是擦脸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 Superdrub 曾经自己出的那个 然后这个是For Dry Skin的 然后有一个绿色 我现在主要是都买绿色 就是For For什么skin For oily skin 我忘了 然后但是这个也很好用 这25片 然后一磅 然后有时候还买一送一 就是很便宜 然后就是有三片面膜 其实应该还有就是其他面膜 但是我有的纸 就是给人家 然后这个是玉窄女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三星的 我同学给我的这一片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挺清爽的 就是它是蜗牛的嘛 然后感觉很清爽 但我最喜欢还是这个吧 就我的心机这个 鲁灰的面膜 鲁灰跟维他命E的修复面膜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 我的心机他们家的那个纸质非常好 然后就是也很便宜吧 就很好 比我的我的美丽日纸好用 然后就是空啊 这个篮子就全部吧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应该多就是把东西都用完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家里有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不会再买东西 然后就用完之后 就是用完就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国嘛 因为我今年9月多 写完B龙我应该就会回去了 或者是再玩一下 然后就不会 就顶多提脱到明年医院 因为我签认到医院嘛 然后不会在这边床就呆的 嗯 然后就谢谢收看 然后我刚同期一晚回来 所以没有换衣服 不好意思就是穿这个衣服 然后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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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